你看 如果今天換你 你是鬼才王 點子王 你來當編劇 你的梗就能夠比較新 比較有創意嗎 就是你越不正常越要有人看 那個變臉 那個他已經 以台灣的整形技術來講 臉要換不難 可是台灣的變臉都是全身大整形 因為他身高也變了 因為那些人都要轉骨 對 對 更科學 對 生帶也變了 來生長版 最厲害是 我覺得這個要轉骨 熔入後 生帶 移植 這種整形的技術算是獨步全球 我就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像以前我們做綜藝節目 我們在做分手擂台 那個也算是綜藝的類似 好愛 好長的 很古怪 我們如果是一般社會新聞 那種貧富直序的內容 沒有人要看 每次做那種光怪陸禮的 收視率特高 我有一次在看包青天 烏盆記 看了看我 烏盆 看了看我就有靈感了 可是我們是時裝的 我們是綜藝節目 我就搞了一個人就是 他去美濃買了一把雨傘 黑色的雨傘 有一天那個雨傘突然 雨傘怪 會講話 我好可憐 我被冤枉的 冤魂住在那個雨傘上 對 老實講我在錄影的時候 連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我自己都覺得 這太扯了 好像 這個再不符合我的知識水平 導播下來罵我玉琳 你是國小畢業的是不是 你搞什麼對不對 這種程度也拿出來 對 你覺得這種故事 有人看得下去 直接告訴我們播了以後 播了以後 我平常的收視率 那節目收視率很高 平常差不多0.8 1.2左右 我播的那個 新烏盆記 收視率暴漲到2點多 黑龍的節目 所以你看 真的 很奇怪 被罵得越兇 收視率越來 後來我食髓之位 食髓之位 有一天我也是看了那個 有一本那種所謂的那種 情色雜誌 情色雜誌有時候 它會寫一些靈異故事 我跟你們 我又有靈感了 我就安排兩個男生 這兩個男生 他們有一天出去海調 後來就舞雷轟頂 砰 然後靈魂互換 好難喔 靈魂互換以後回到家裡面 他們的老婆覺得說 我老公怎麼換了一個人 外型是一樣的 可是講話那個隱形態度 那個思想是不同的 所以那一集的節目 就是兩個老婆來節目裡面投訴 希望找回自己的老公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電視 播出多高 收視率暴漲 比物盆劑還高 你看看 所以你看觀眾自己 也要負部分的責任 還有如果說 我們電視圈數值低落 沈玉琳也要付出部分的責任 沒有 我講一個觀念就是說 有什麼樣的觀眾 就會造成什麼樣的節目 因為節目是來自觀眾 收視率的回饋嘛 沒有收視率 不用誰逼你 節目當下就不會去收 對 逸琳哥 逸琳的意思是說 觀眾造就了你囉 對… 觀眾也造就了我們的八點檔 這個坦白講 當時我的所謂變臉 是破於無奈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霹雳火收視率已經非常好了 破於無奈是你也撿到了一把黑傘 我沒有撿到一把黑傘 我撿到了老闆對我講兩句話說 華哥 我沒什麼要求 收得漂亮就好 哦 結局收費 那我當時大概還有二十集 就要收了這個戲 最後我想到這部閒期就是編員 那我們編句我們有一個手法 叫以快打慢 當你一個不合情侶的 你盡量讓它快過去 但是你接上去的東西一定要好看 他們就忘記了 或者原諒了你前面的 那我覺得我編年 有絕對能做出這個效果 結果終於出來 而且那個收視率叫 然後 恐怖的不像話 幾乎常常就一天一個百分點這樣跳 那我們 我知道 因為我們做到最高是15.72 那個是真根本就是天花月潭 沒錯 但是我也說老天也許在幫忙 後來看到好了 他們不斷的就是拷貝變臉 我說你只要被我碰到那個監跡 那監跡 以前我在三立 也11年了 所以都是老朋友 我被我碰到那個監跡 我第一句就問他 你要不要臉 直接這樣挑戰他 我不反對你變臉 情理比我高竿好不好 要抄襲 要抄得更漂亮 那個叫胡說八道 你連自己都說服不了自己的 你怎麼可能 這個如果用台語再翻譯成國語 就叫做你不要東師孝平了 是這個意思 沒有 這個時候我就真的要講了 有一句俗話叫 第一個做的人就是最棒的 後面做的人都是掉漆的 那因為始祖在這邊 他當時的變臉 就是一天是上一個百分點 不是0.1 是1至1 以至以上 走到我這邊 辛苦的 真的 曼玲姐那個時候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們那一段 比預期的 就像他們來是20幾 突然你要求要加30幾 我們當時被告示是說 大概要一段時間 一撥完 我們立刻掉了一個 我們到我們這個時候 那壓力力很大 立刻掉了一個 我當天晚上接到電話 因為當時其實是 實際狀態是我要請假去開刀 所以本來是放假我要去開刀的 我當天晚上就接到電話說 妳不准去開刀 妳隨時要回來 因為 收視率掉下來 對 所以其實不管他的烏盆劑 或者是 對 瓦宅講的這些變臉 我真的覺得其實 我們沒有要觀眾負責任 可是只能說數字會說話 當你報復性 比如說你轉台 或者是說你一面罵 又要看的時候 當電視台看到數字 你就會看到再來怎麼走 就這麼簡單 而且我覺得 聽你們這一席話才知道 真的不是說哭哭笑笑 那麼簡單而已 原來是這樣子 一字一句都有要求 然後演員是這樣子的努力 在預作準備 不過我們現場賣賣哥 他當過金鐘的皮神 這麼多年來 你來觀察台灣的本土劇 你看到了什麼樣子的問題 有憂心嗎 不會 其實我覺得 台灣現在的本土劇 它就比較像美國 那個daytime soap 就是日間肥皂劇 你知道其實在日間肥皂劇 很多人看的 我以前到美國去 我記得我看Santa Barbara Santa Barbara General Hospital 綜合醫院 好像都是五 六年 六 七年 綜合醫院也有變臉 我記得我在美國的時候 剛好在演變臉 他們變臉是在 男主角很帥 然後圍一個紗布 然後我們就要看他翻開以後 變什麼臉 他光這個梗就弄了兩天 就是兩個完 兩個 兩集都沒有